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一场中国对日本男子MMA规则的比赛 我们首先有请本场比赛的蓝方战绩12胜 二负一瓶 有请袁天 Wing Wong 这场比赛应该是在8年之后 王冠在武林峰的首战 其实呢是您第一次见到他 但并不是首战 因为我们在3月份的走进伦敦的时候 王冠就参与了比赛 那么王冠在伦敦这场比赛将在下周播出 那么今天18年之后 我们在武林峰第一次看到王冠 有请来自武林峰训练营 中国出上敌 排名第一 中美狐 王冠 视频前的你 如果在男性持久力 博企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163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 延时祝伯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 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163379 这场比赛是大家期待19的一场比赛了 其实说到王冠 我觉得延伯应该有很多话要说 没错 王冠作为我最欣赏的 男人的运动员之一 这个就是在08年 对 这08年对洪翔来讲 也是比较有纪念意义的一年 我记得你应该也是从08年开始 慢慢的已经红遍了全球 没有 我从06年就打了 其实我省牛年开始打着 王冠直接一个后手 把对方直接KO了 太快了 应该是最快 这个 这个比赛就我看了 一点都不过眼 王冠一直是以战力的重击雷 王冠 21点KO队友 王冠一直以来是以中 我们看一下慢放 后手 整个头都偏过去了 而MF记录是王冠 21秒